聚会上他不经意间抬头 似乎看到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当听朋友说出韩明石这个名字时 他的心不由的遗产 因为那是这么多年以来 他一直埋藏在心中初恋的名字 然而更让他震惊的是 第二天丈夫下班带回来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竟然就是明石 多年后再度相遇的昔日恋人 又将迸发出怎样的爱情火花呢 家境贫穷的青年明石 与美丽的女孩永希真心相爱 可穷小子注定不配拥有爱情 永希的妈妈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 一次次安排女儿去和别人相亲 刚开始永希只当是应付妈妈 明石也知道她是迫不得已 直到她遇到了震患 那个家境好又很爱她的男人 全家人都希望永希能和她结婚 她问明石会不会带自己走 明石自卑地心在低血 但她又不想毁了永希的人生 最终还是狠心地离她而去 永希最终答应了震患的求婚 转眼他们已经结婚多年 还有了个可爱的女儿下来 但因为永希的家庭条件并不好 父亲只是个普通的保安 大哥也经常朝她伸手要钱 婆婆便对这个媳妇百般挑剔 郑焕虽然非常爱永希 但她却一心扑在了事业上 忽略了对家庭和妻子的关心 这天永希陪郑焕去参加一个聚会 见到丈夫之前的恋人志贤 那样的年轻干脸 永希摸着自己日渐憔悴的脸庞 感到了一丝自残行贿 突然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 闯入了她的视线 第二天永希通过好友确认 聚会上看到的人影就是明石 而且现在她还成了一名大律师 回去的车上永希陷入沉思 明石的身影一直在脑海盘旋 不知此刻她在想些什么 到家后她打扫院子的时候 发现隔壁好像搬过来一个新邻居 不一会门铃就响了 而开门后映入她眼帘的 赫然是那张她无法忘怀的脸 明石没有表现出任何一样 可永希的内心却开始了翻滚 而听到她说现在还没有结婚 永希的心更是莫名的慌张 幸好明石没有待很久 和郑焕闲聊了几句后就要回去 可她不经意看向永希的目光 更是让她感到惊慌失措 于是夜里她失眠了 和明石相爱的回忆是那样清晰 清晰的仿佛就像是昨天 可郑焕翻身时不经意搂住了妻子 瞬间便将永希拉回现实 自己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 第二天一整天她都心事重重 回到家时又见到了明石 可看着她云淡风轻的样子 永希的内心却再次翻江倒海 晚上明石故意接近郑焕 希望她来自己家喝一杯酒 郑焕便叫来了同为律师的智贤 没想到智贤和她原本就认识 并对成熟帅气的明石一往情深 那边永希一直没等到丈夫回来 便得她打去电话询问 郑焕说正好她也过来吧 难得有机会互相认识一下 于是永希犹豫了一会后 便坐在化妆台前打扮了起来 然后来到明石的屋前 当明石出来迎接她时 她慌张地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明石却依然那么云淡风轻 落座后郑焕轻密地搂住妻子 可明石看向他们的目光 让永希感到如芒在背 于是平日里不怎么喝酒的她 反常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郑焕都被妻子的酒量惊呆了 可永希却一连干了三杯 也不知她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 一样的举动引起智贤的猜疑 很快明石和郑焕成为朋友 一起运动一起打牌 然后晚上一起去酒吧喝酒 谈起和永希相爱的过程 郑焕好像很苦恼 郑焕表示因为她太爱永希了 所以一直追求完美的她忍了下来 从来没在永希面前说什么 但她却很羡慕那个幸运的男人 明石听了心在颤抖 永希孤独地等着丈夫回来 伴随着脑海中和明石的回忆 忍不住潸然泪下 门铃响起她擦干了泪水 出来却看见丈夫和明石一起回来 她扶着醉醺醺的郑焕进了屋 然后趴在桌上莫名其妙哭了起来 屋外明石正正地站着 她好像知道永希肯定会出来 永希接过了丈夫的包转身离开 可明石却突然问她 幸福你 仿佛被一眼看穿了心事 永希低下头匆匆逃进了屋内 明石深深叹了一口气 她的心里现在非常难受 志贤还在妻而不舍地追求明石 不仅早早就过来等她下班 还要到她家里给她做饭 说完便拉着明石来超市买菜 看着购物车里琳琅满目的商品 明石一瞬间有点失神 曾经她和永希也一起去菜场 第一次吃她亲手做的酱汤 虽然味道不怎么样 但她还是大口地吃着无比满足 呀,我们兄弟真的好玩 我们父母似的,对吗? 嗯? 志贤突然出声将她拉回县时 这时永希也刚好来到超市 可她瞬间便转过了身份 志贤却叫住了她 并邀请她晚上一起过来吃饭 看到他们在一起甚是亲密 永希的心里五味杂陈 永希赶紧随便选了几样东西 好也试得离开这个超市 而明石的心情 也因为永希的误会而变坏 敏感的志贤知道她并不在意自己 于是饭也没做就离开了 因为明石的引荐 正欢谈成了一笔很大的声音 她兴奋地打电话邀请明石 晚上去她家里一起吃饭 门铃响起永希跑出来迎接时 却意外看到明石也过来 而看着那满满一桌好菜 明石忍不住问她 这很多食物 直接都吃饭吗 吃饭了 快吃饭 永希冷漠的态度让正欢不满 她赶紧向明石解释 明石浅尝了一口无比感慨 美味 曾经的回忆再一次向她袭来 可这满桌的菜却不是为她做的 正欢的那番话依然在耳边盘旋 她知道永希现在过得并不好 可她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永希有个整日游手好闲的哥哥 经常闯祸后向她伸手要钱 这让永希苦恼不已 活泼知道后便给她甩脸色 然后把正欢叫来训斥了一顿 于是正欢出来后大发雷霆 永希解释是自己结婚前存的钱 可正欢依旧不依不饶 妻子的顶嘴让正欢无法接受 永希则哭着来到了门外 而她伤心难过的模样 刚好被回到家的民室看到 于是她悄悄地跟在永希身后 秋天的夜晚有点清冷 突然有人给她披上了一件外套 永希问她是不是为了看看自己 离开她后是否幸福才来的 并责怪她当初太软弱 为了家人而放弃她们的爱情 当初明时的家庭负担很沉重 父母常年卧病在床 还要照顾老是闯祸的弟弟 她无法确认是否能给永希幸福 所以当永希说 家里都希望她和正欢结婚时 她只能忍痛放永希离开 分手那天他们抱在一起哭了很久 哭到泪都干了也舍不得放开 之前办案时遇到了困难 心情不好便来到明时家里 可她借机向明时表达的爱意 都被明时巧妙地敷衍过去 敏感的女人不免懊恼 她真的很嫉妒那个女人 那个住在明时心里的幸运女人 为了缓和紧张的夫妻关系 正欢主动带着永希出去散心 随后更是拿出三千万韩元 让她回去后给她哥哥 永希差点被感动到热泪盈眶 第二天智贤从明时的床上醒来 她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好像昨晚并没有发生什么 当他们一起出门上班时 正好遇到度假回来的正欢夫妻 看见他们一起从明时家出来 永希的心情有点糟糕 而明时看向永希时的目光 却让敏感的智贤很嫉妒 说完智贤便坐上了公交车 明时则站在原地久久没有离去 正欢突然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她叫永希把文件送到公司 于是永希请母亲接女儿回家 谁知母亲却忘了时间 小夏呢到家后见不到妈妈 肚子饿了就想自己做东西吃 然后不小心被烫伤了手 幸好哭喊声被刚到家的明时听见 她及时把夏娜送到医院 永希到家后看着地上的餐具 瞬间被吓蒙了 这时明时刚好打来电话 自从上次在医院分开之后 永希几乎每晚都会想到她 想打电话向她问清楚 她的突然出现到底是为了什么 却终究没有足够的永希 第二天和智贤一起吃饭时 明时突然问智贤 如果过去了一段很长时间后 初恋情人突然回来会怎样 智贤思考了一回后回答 如果那个相对是我一位老师 那我只能在乎骑鸡男朋友 智贤的回答让她挫不及防 她惊讶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郑欢下班回来看见女儿受伤了 却意外的没有责怪永希 为了弥补自己一时的疏忽 永希便出去买女儿最爱的蛋糕 虽然明时在不远处看见了她 但她却不自觉转过了身子 只是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低着头暗自神伤 回去后永希问小夏拉 她觉得是妈妈好还是爸爸好 董事的女儿却回答一样好 郑欢瞒着母亲给了永希一笔钱 让她第二天送给家里应急 永希的母亲不由地感慨 她希望女儿好好对待郑欢 现在很难找到这么好的老公了 于是永希考虑了很久 给明时打去电话约她出来 这突然的约见让明时很开心 她打电话推掉了明天的所有行程 然后兴奋地来到商场 买了很多礼物想送给永希 到家后更是亲自一个个装入礼盒 带着满脸的笑意进入了梦乡 可永希那一边却出现意外 活泼说明天想去一趟福利院 要永希陪她一起过去 可想到明天和明时的约见 永希整晚都不淡定起来 明时一大早就起来挑选衣服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觉得很满意 想赞你购买啊 可随后看到满满一桌的礼品 她不免自嘲了起来 和婆婆一起去福利院的车上 永希看起来心事重重 而路过他们约见的咖啡屋时 刚好看到精心打扮的明时 正迈着愉快的步伐 朝那里走去 永希只觉得一阵心痛 福利院里事情很多 这让永希更加心烦意乱 而明时也已经看完了一本书 还没有等到永希的到来 永希终于完成今天的任务 返回时再次路过那个咖啡屋 她看见明时依旧安静地等在那里 看见婆婆已经累到睡着 永希便让司机在这里让她下车 然后迫不及待向明时跑去 终于等来了永希 明时压制不住的满心欢喜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永希约她见面却有别的目的 没想到永希却是这样的无情 永希说她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虽然偶尔也会感到疲倦 但那只是婚姻中必然发生的小事 即便再回到国去让她选择 她还是会选择郑欢 说完永希头也不回地离开 留下明时心情复杂地愣在原地 可永希越是想着躲闪 越是无法斩断那份情思 郑欢为了答谢明时送女儿去医院 想请她和志贤一起来家里吃饭 并让妻子去准备一份礼物 这让永希无可奈何 但也只能来到商场选购 最终买了一个精美的领带夹 明时因为永希的话情绪很低落 一整天都没有心情工作 下班后也没有去郑欢家吃饭 反而和同事一起出去喝酒 志贤倒是早早就带着花来了 谈话间他们聊到了明时 志贤说最近韩律师有点奇怪 居然问他在遇到初恋会怎么办 永希瞬间低下了头 因为因为明时说要晚点才过来 所以他们三人只好先吃完饭 明时在外面犹豫了很久 终于还是来到永希家 正欢让永希给他倒杯茶解酒 可明时却说他想喝咖啡 志贤起身去厨房帮忙 却见永希问都不问 加了一勺糖 他疑惑地看了一眼永希 却并没有说出心中的想法 席间志贤再次提起初恋的话题 正欢突然想听听明时的想法 气氛一下子有点尴尬 而明时趁着醉意 居然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之前一下子恍然大悟 是不是就是前辈每年的同一天 都会准备礼物的那个女人吗 明时说那时候他很穷 每次生日想给女友送个礼物 却一件也买不起 分手后的这些年龄美到那一天 他都不会忘记买很多东西 却根本没办法送出去 一片痴情让正欢觉得很感动 感动得对 可永希却越听越觉得坐立难 可明时下面说的话 更让她的心无比纠结 于是永希便再也坐不下去了 他借着买酒的机会赶紧跑出去 志贤的心里也很不识滋味 自己对明时一往情深 却在听着她对前人的念念不忘 说完她也逃离了这个伤心地 永希买了酒迟迟不愿回去 她的心现在很乱很乱 该不该去赴约 她已经迷失了方向 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 直到永希终于出现 她的嘴角才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永希感慨地摇了摇头 这么多年她一直都没有变 她告诉永希她离开的那段时间 自己所受的心灵的折磨 甚至父母病逝的时候 还埋怨他们为何不早一点走 而是在她放弃了永希之后 几年后她终于取得了成功 可她发现自己已是孤单一人 这些年明时总是一个人 孤单地面对人生的气气落落 直到千方过境才发现 有家人的日子才叫幸福 明时的遭遇让永希不禁动容 她也说出自己出现的真正原因 虽然永希现在心里堵得慌 但理智却告诉她 不能因为这样伤害郑焕和女儿 所以她请明时忘了她 重新寻找属于她自己的人生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明时呆坐着直到夜深 这一天下奈想要去游乐园玩 但郑焕因为工作不能陪她 于是她拜托明时带他们去 这让永希无法理解 三个人在游乐园玩得很开心 就像是幸福的一家人令人羡慕 永希送给她上次买的领带架 着实让明时开心不已 回家前还在女儿的再三要求下 一起拍了张合照 而听到明时发自内心的称赞 永希竟忍不住的嘴角上扬 当明时送他们回到家的时候 正好被永希的大嫂看见 于是她回去告诉了永希的母亲 母亲听到后非常担心 连忙去找永希 她问永希是不是发疯了 为什么要再见那个人 自从听到明时这些年的磨难 永希的心里一直很愧疚 所以当母亲让她清醒的时候 她万尊痛哭地回答 妈 母亲虽然知道永希的痛 但是为了她和全家人的幸福 还是劝她要忘记明时 和志贤一起吃饭时 明时忍不住流露出来的开心 令志贤有点疑惑 得知她今天和永希去了游乐园 志贤更加肯定自己的想法 她若有所指的说 正换前辈是不是傻瓜呀 向来车和女人是不能借给别人的 看来这句老话说得很对 晚上永希试探着询问丈夫 她觉得韩律师这个人怎么样 正换却好像找到了知己 她和韩律师好像聊得非常投机 永希母亲见女儿心不在焉 知道她还是没放弃明时 于是决定亲自去找她谈一谈 第二天永希大嫂打来电话 告诉了她这个消息 于是永希彻底的慌了 不知道母亲会做出怎样的事来 果然老人上来就是一巴掌 是问她为什么还不放过永希 好不容易平复下心情 她告诉明氏当初将他们拆散后 天天守着女儿生怕她想不开 是正换让她重新振作起来 所以他们结婚也是因为相爱 伯母的话让明氏进退两难 屋外突然稀稀立立下起了雨 而明氏盖着被子瑟瑟发抖 恍惚见她似乎看到永希的身影 轻抚她的额头无比担心 明氏 她想抚摸永希的脸让她安心 可下一秒永希却已消失不见 幸好志贤及时过来 才发现明氏已经陷入昏迷 可她却分明听见 明氏难难地叫着永希的名字 这一刻志贤心如刀脚 她出来时刚好见到永希 志贤借到永希家主舟的机会 故意对永希说很喜欢明氏 并且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她的 再次回到明氏身边 志贤告诉她周是永希做的 明氏看起来有点吃惊 而自从知道明氏病倒后 永希也是寝食难安 半夜她等到正换睡着 到卧室外悄悄给她打句电话 听到明氏似乎有所好转 永希悬着的心裁放了回去 她为昨天妈妈的冲动向她道歉 可明氏却毫不在意 只是因为听到了永希的声音 她不禁哽咽了起来 明氏的呼唤让她泪流满面 而在这时正换突然醒来 听到动静永希匆忙挂掉电话 她借口忘了煤气有没有关 并没有引起正换的注意 第二天正换的母亲过来吃饭 永希做了满满一桌菜 可婆婆一坐下就开始挑刺 菜也没吃几口就气走了 正换让她把没吃的菜再热一下 然后给隔壁的明氏送过去 这着实让永希有点无语 于是她来到女儿房间 希望夏娜能起来陪她一起去 可女儿已经困急了 她现在只想着快点睡觉 永希只好自己来到明氏的屋外 明氏还给她饭盒的时候 永希的手却忍不住握住了她 我当时是遇到的 永希终于说出了心里的话 明氏也动情地抚摸她的脸颊 可这时门铃突然响了 永希慌张地离开明氏家 却被等在门口的志贤看见 志贤说姐姐的家在那一边 而只有自己才可以 正正当当地进入明氏的家门 这番话让永希无言以对 进到屋内志贤笑着开玩笑 刚才差点和姐姐打起来 她问明氏如果真的打起来了 她应该会站在谁那一边呢 面对志贤火热而大胆地告白 明氏却显得非常无奈 如果再这样的话 他可能会生气 可志贤却不甘示弱 甚至站起身来脱掉了衣服 明氏的无情让志贤很心痛 他愤怒地质问明氏 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悲惨 可明氏却只是给他披上衣服 无奈地对他说了声对不起 因为志贤不愿意离开 明氏只好让他在家里留宿 自己在外面的沙发上一夜未眠 同样无法入睡的还有永希 正患翻身时习惯性搂住妻子 而永希却推开了她的手臂 第二天明氏和志贤一起上班时 却刚好撞见了永希 于是志贤故意拉着明氏过去 想让永希误会他们的关系 明氏见状赶紧拉走了志贤 一路上他都板着个脸 显然对志贤刚才的表演很生气 而同样生气的还有永希 回去他把上次志贤送的花 全部丢进了垃圾桶 甚至明氏打来电话向他解释 永希也说他现在不想听 志贤晚上越想越生气 于是他故意给永希打去电话 然后他让永希把电话给正换 当着他的面约正换第二天见面 于是永希彻底慌了神 害怕志贤把事情告诉丈夫 心烦意乱的他打电话给明氏 永希说志贤好像比我更爱你 为什么他要放弃那么好的女人 反而对自己纠缠不放呢 明氏显然也没有想到 志贤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其实志贤本来是很冲动的 他想把一切都告诉正换 可正换却以为志贤找他 是希望他能帮他追到明氏 聊着聊着志贤冷静了下来 谈起他对明氏的感情 那份执着让正换都万分感慨 志贤问他对妻子的爱有多少呢 正换认真地想了想后回答 这就是结婚和没结婚的区别 没结婚时爱情排在第一 而结婚之后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志贤沉默了 终究没有将真相告诉正换 可就在他快回到家时 却看见明氏早已等在了这里 第二天永希约志贤见面 志贤的观点很简单 如果他现在还爱着明氏 那就不顾一切和他在一起 如果不是那就请他放手 可永希却有不同的想法 永希说他不想伤害明氏 更不想伤害无辜的正换和下纳 而志贤也告诉永希 自己为什么没有告诉正换 随后永希约明氏在老地方相见 他为那天向他发脾气道歉 可今天和志贤聊过之后 他才确认了自己对明氏的心意 永希说现在什么都不能为他做 除了对他说一句我爱你 他告诉明氏自己准备去上班了 不想再浑浑热热待在家里 而这时志贤给明氏打来电话 他那天什么都没对正换前辈说 希望明氏不要那么讨厌他 为了庆祝永希第一天上班 明氏带他来到商场选购衣服 而这一幕刚好被志贤看见 永希的哥哥和追债的人打起来 被抓到了警察局 永希打电话找正换帮忙 可是他因为忙于工作 居然直接挂断了永希的电话 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找明氏 明氏马上赶来帮他解决了问题 这让永希的妈妈很尴尬 因为永希是偷偷出去上班 他把女儿交给大嫂照顾 婆婆知道后非常生气 正换也因此和他大吵了一家 而这些都让永希心中的天体 慢慢偏向了明氏那一边 为了请求永希的原谅 正换特意请他来豪华的戏餐厅 可永希到了去发现 明氏居然也被邀请了过来 而志贤不久后也到了 正换郑重地向永希表示道歉 这让志贤心里很不失滋味 而在正换离开去上洗手间时 志贤问永希是不是手心在冒汗 永希不想听下去了赶紧跑开 可志贤居然跟了过来 永希一瞬间有点呆住 他根本没想过这么严重的后果 志贤还是不依不饶 他说会将这一切告诉正换 而他回头时刚好和正换迎面撞见 男人回忆着妻子最近的变化 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永希曾经的初恋就住在他隔壁 那天在西餐厅里 永希和志贤发生了争吵 可正换却晚了几秒 并没有听到他们争执的内容 正换回去后还责怪永希 说他一点度量都没有 好好的一次晚宴被他搞砸了 明时回去也打电话给志贤 希望明天能和他聊一聊 他对志贤说永希痛苦的时候 他就会比永希还要痛苦 所以以后请不要再为难永希了 否则他会很讨厌志贤 这番话让志贤的心都要碎了 他卑微地询问明时 如果不是先认识姐姐的话 那个可以被他宠爱一生的女人 会是自己吗 可这个回答更让志贤心痛 他强忍着快要夺框而出的泪水 伤心地转身离去 另一边永希的婆婆过来吃饭 席间说起正换以前的相亲对象 还当着永希的面夸赞 这番话让永希无比的难堪 可正换却一脸无所谓的干犯 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 永希又忍不住想起了明时 第二天志贤来到明时的律师所 他决定以后就在这里工作了 律师所最近刚好确认 明时虽有点无奈也只好答应 永希自从再次见到明时后 一直有种想回到过去的想法 在结束一天的辛苦后 总会忍不住打电话给明时 他们像刚陷入爱情的小情侣 一拿起电话就舍不得放下 这久违的感觉让永希很迷恋 他问明时自己是不是老了 见了我是不是被吓坏了 可明时却笑着说他一点也没变 还是像之前那样的美丽 这一刻永希笑颜如花 仿佛回到他们相爱的刹那 他们约好明天一起去吃饭 去从前他们最爱去的那家店 于是带着那份美好的期待 永希听着明时的声音安然入睡 而明时也微微一笑 将手机贴在耳朵上进入梦乡 可第二天却出现了意外 之前发现一桩重要案件的线索 希望今天和明时一起处理 于是明时打电话给永希 告诉她今天的约会要取消了 可永希却听到智贤的声音 于是接下来一天她都心事重重 回到家又被婆婆臭骂了一顿 而看见她顶撞母亲 郑欢更是让她明天就辞职 婆婆的责骂和丈夫的不理解 永希只感到万分疲惫 难过的时候她又想到明时 想打电话和她诉说委屈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接听电话的居然是智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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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